欢迎来到新西兰大小时之3月19号新闻 3月12号 奥克兰Golf Harbor水域是金线装有人体残骸的塑料袋 警方随后展开了输杀案的调查 上周警方表示 为了确认死者的身份 已经联系了国际刑警组织 警方说 她是一名亚裔女性 可能是中国人 身材娇小 穿着深色的睡裤以及中国老纺织厂生产的真织背心 自发现失海以来 已过去一周的事件 目前死者的身份仍然不明 警方再次的呼吁公众提供线索 以帮助警方识别这名女性的身份 睡裤视为黑色 上面有实心和线条交替的新型图案 真织背心为褐色 写的中文 捐验牌80公分和捐验真织制衣差 您是否注意到任何亚洲朋友 亲戚或者是邻居 似乎失联 即使您认为或者是刚刚听说他去度假 但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 请联系警方 您可以拨打 0800 755 021 0800 755 021 新的联合政府和民众之间 似乎没有蜜月期 根据一项新的民意调查 到目前为止 新西兰人对于政府表现的评价为4.6分 满分为10分 与大选前的工党政府相似 总理拉克森表示 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政府专注的问题与新西兰人关注的是一样的 这一项的调查是在2月20号到29号进行 调查了1001年18岁及以上的新西兰人 对新西兰人来说 自2022年2月以来 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一直是最受关注的问题 但是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根据该研究 对犯罪和法律秩序的担忧显著下降 降至2022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他现在是西西兰人第四关注的问题 总理表示 他不担心民意调查 只关心结果 关注度有所增加的四个主要领域 是交通和公共交通 失业 国防外交事务 恐怖主义 面临的毛利问题 对于被调查的毛利人来说 最后一项尤其令人关切 联合政府表现的总体平均评分为4.6分 就在去年大选之前 共党政府的评分为4.7分 给出0到3分的受访者比例显著增加 排名前五的问题是 1.通货膨胀 生活成本 2.住房 房价 3.医疗 卫生 医院 4.犯罪 法律和秩序 5.经济 新西兰的外交部长Winston Peters 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积极会晤之后表示 总理Darkson计划在未来几个月访问中国 本周一 新西兰外长和总理在惠林顿 欢迎王毅的到来 这是近7年来中国最高决策层第一次访问新西兰 3月19号的上午Peters表示 他和王毅进行了一次愉快 坦诚和互相尊重的会谈 双方还共进了晚餐 他说 心中两国都致力于强化双边关系 同时就一些有争议的话题 如AUKUS协议交换了意见 Peters还透露 贸易部长将会在下个月前往中国访问 总理Darkson不久之后也将访华 根据新西兰经济研究所的共识预测 新西兰的低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持续到2025年初 在一份调查当中显示 截至2024年3月的年度平均GDP增长率的预期 已被大幅下调至0.5% 而截至2025年3月的年度平均GDP的增长率 仍是脾弱 为0.8% 来结构去年12月进行的上一次调查预计 2024和2025年的3月增长率将分别为1.2% 这一下调体现了2023年9月季度GDP的起点较低 该季度录得了0.3%的收缩 有关人士表示 较高利率对于新西兰经济的抑制作用 现在更加明显 报告称 从长期来看 移民主导的人口增长应该会支持经济活动的复苏 总理拉克森不排除在预算案之中引入新的税种 为他的减税计划来提供资金 政府正计划努力降低人们对于5月30号公布的预算案的预期 此前 副总理皮特斯似乎支持了Sunday Star Times的一项分析 这个分析发现 政府的计划存在56亿纽币的缺口 包括收入没有达到承诺的水平 以及其他措施的成本超过了预期 英文兴趣报的一份分析 考虑了政府计划中的进展顺利的方面 认为在4年的预测期当中 缺口数字为33亿纽币 这还不包括政府道路计划面临的挑战 根据数据显示 这个计划的成本估计比国家党的预算高出240亿纽币 拉克森证实 新西兰工薪阶层和中等收入者将在预算案之中获得减税 但是他并没有透露这些减税是否会与国家党在大选中承诺的减税幅度相同 这意味着减税幅度可能会缩减 新西兰政府日前宣布将对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征收比以前计划更低的道路使用费RCU 新西兰交通部长今天上午表示 在1月份首次提出将进行新的收费之后 内阁已经是同意降低费率 此前政府最初提出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费率 是为每1000公里53纽币 不过现在已经降至每1000公里38纽币 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条消息 根据新西兰最新的废水采样发现 支柱在较小定居点的新西兰人 往往比大城市的人喝更多的酒 这一项来自于奥克兰大学的研究还发现 当橄榄球或者是板球比赛进行时 或者是出现公共假期时 饮酒的人数会达到峰值 奥克兰大学的一位博士表示 这是研究人员首次使用这种方法 来追踪新西兰的酒精消费量 并且在地点和消费量之间发现了明显的结果